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头发乌黑光泽,秀美。 然而人到中年以后,随着更年期的到来, 五十多岁以后开始萌生白发, 最初在黑发中夹杂几丝白发, 至五十岁中期长两柄凡霜, 进入花甲之年之后, 多数人就已满头饮发了。 这时出现的白发称为老年性白发。 有白发的中老年人仍希望自己的头发乌黑, 保持年轻的外观, 防止心理衰老, 情绪压抑, 而用染发剂经常来染黑自己的头发。 然而,当人们使用染发剂将自己的滑发装扮得乌黑发亮, 而内心惬意时, 很少会想到染发、乌发、 还有致癌的隐患。 经常染发会致癌。 医生忠告, 头发白的中老年人不要常染发。 近年来医学研究发现, 常用的氧化型染发剂, 约含二十多种化学成分, 其中大约有九种能使头皮细胞产生突变活性。 这里边有以二、四胺基本甲弥所产生的致突变作用最强, 所以促使细胞增生, 促进秀发癌变。 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维斯伯格博士, 曾做动物实验。 把染发剂参入饲料中, 喂给大鼠, 发现其中不少大鼠发生了癌瘤。 此外, 在临床医疗化验中发现, 在使用染发剂的妇女尿中出现过染发剂所含的致癌物质。 据一些国外研究资料证明, 这种染发剂如果连续使用十年, 只要人的皮肤吸收1%就能引起癌症。 此外, 染发有时能发生副作用, 引起皮炎, 需要注意预防。 一般来说, 目前市面上所受的染发剂, 大多是采用化学合成剂, 应用最广泛的是氧化染料对本二氨。 有的人用它染发以后, 一般是当天或过一两天, 可以产生过敏。 最初可能只是头皮痒, 皮屑多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皮炎的先兆。 如果不加注意, 过一段时间, 又重复使用这种染发剂, 就会引起皮炎发作。 往往染发后不出几小时, 就会出现头皮潮红, 水肿, 发生大小不一的水泡, 流水, 皮肤破溃, 灼热和剧烈的痒痛。 染发水流到头面部, 可使面部出现红斑肿胀, 眼皮水肿, 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 不能视物。 如果染发水流进眼睛里, 可致睫膜冲血, 水肿, 流泪, 怕光, 疼痛难耐。 这些因过敏所致的症状, 在医学上称为接触性皮炎 或毒性皮炎。 由于使用染发剂所致, 也可称为染发皮炎。 如果在染发时发生了皮炎, 要立即以温水洗头, 把残留在头上的染发水洗掉, 然后往头上抹上一些 氢化壳的松软膏, 同时可服用扑儿鸣等药物治疗。 如病情严重, 就应及时请医生 给予合适的治疗。 在这里, 建议喜好美发的人, 对使用染发剂应有所警惕。 人都有老的时候, 无可避免。 可是有的人, 即使老年也活得健康, 头发好,皮肤好,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三种对头发有营养的食物。 一,核桃。 核桃在我们生活中, 是一种补脑的食物。 小时候家里的爸爸妈妈, 总是会说多吃点核桃, 补补脑。 所以证明了核桃在我们心里的重要性。 除了这些作用之外, 核桃中含有矿物质元素锡, 可以渗入头发内部, 让头发变得有韧性。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6, 可以改善头皮囊的微循环, 使毛囊摄入充分的营养, 帮助头发再生。 二,桑肾。 桑肾这种小小的水果, 味道甜甜的非常好吃, 炖身体也好。 把桑肾加水, 适量煎熬至浓缩。 等较为粘稠的时候, 加蜂蜜再煮。 煮沸之后停火就可以。 等到冷却之后装入瓶子, 要喝的时候, 拿出来喝就可以了。 有很好的污发的作用, 而且对皮肤也是很好的, 皮肤也会越来越好。 三,黑芝麻。 黑芝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能消除人体自由基, 延缓人体细胞衰老。 它含有的亚油酸, 棕驴酸等不饱和甘油脂, 能防病抗病, 并防止头发质脆, 干燥, 易断, 从而起到护发作用。 所以吃点黑芝麻,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呢。 在生活中, 我们不仅要给自己的头发做美美的, 漂亮的造型,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还要给头发做好护理, 做好保护, 不要光在做头发的同时, 不去保护它。 那这样的话, 头发久而久之, 发质就会越来越差, 脱发, 掉发的现象也会变得尤为严重的。 老年人养发黑发秘诀, 一, 分散饮食, 添加营养。 头发生长需要四十多种营养物质, 很多老年人都有吃维生素, 补钙的习惯。 其实人有饮食偏向性, 也就是偏爱喜欢吃的食物, 对另一类尝试的少。 身体有吸收偏向性, 正好相反, 吃得越多, 吸收得就越少。 就像喝酒, 喝得多, 酒量也大。 因为经常喝, 身体吸收酒精就少。 这也是很多人天天吃维生素补钙, 还是缺乏的原因。 所以老年人要分散饮食, 多吃不同地域的食材, 多试不同烹饪方法, 提高吸收效率。 另外如果发质差, 头发少, 或者脱发, 还可以直接在头皮涂抹 丘梨毛基质营养液, 采用更直接的方法, 给头皮补充营养, 可以促使发质改善, 头发很快会长出来。 当儿女的不妨也多送点, 活跃一下生活。 另外老年人要多吃零食, 水果, 坚果, 都是不错的选择。 二, 少燃少烫, 自然生长。 老年人细胞代谢差, 排毒能力减弱, 要减少化学物质接触。 目前洗活用品繁多, 质量参差不齐, 多少会对头皮有损害。 洗发产品中的抑菌剂, 上光剂, 镀膜剂, 控油剂, 都会影响表皮细胞代谢和生长, 对老年人伤害格外大。 老年人油脂分泌少, 往往感觉头发干枯, 头皮干燥, 而头皮喜欢潮湿, 最怕干燥。 所以老人要经常给头皮保湿, 也就是冲水, 湿润头皮。 早晚也可以用湿毛巾捂头发, 擦头发。 三, 增加睡眠, 注意休息。 老年人神经衰弱, 运动少, 消耗少, 所以很少有非常疲惫的时候, 较少, 比较容易醒。 而长头发主要是我们睡眠的时候, 当我们平躺, 头部和心脏持平, 获得血液是直立时候的几倍, 头部维持固定, 头皮松弛, 也是毛囊代谢生长最旺盛的时候。 老年人本身心脏泵泡泻能力和血液循环就不如年轻人, 平时头皮又在最高处, 获得的血液就少, 所以睡眠格外重要。 老年人可以学习增加睡眠的方法, 比方说睡前半小时喝红酒, 滴汁牛奶, 睡前一小时适当健身运动, 都可以改善睡眠, 增加睡眠时长。 老年人还可以多培养些爱好, 放松心态, 用锻炼, 健身, 游泳来充实生活。 心态好了, 舒畅了, 自然身体各方面都会好转, 头发也会自然长出来。 四, 缺乏运动, 体质变差。 老年人没有工作压力, 运动完全靠自觉, 大部分老年人都有三高问题, 这也说明我们摄入能量多而消耗少, 对于头发来讲, 最怕血脂高, 血流缓慢, 血液中营养比例降低, 导致头皮毛细血管供应的营养减少, 让原本衰弱的毛囊系统萎缩退化。 所以老年人要适当减脂, 降低身体脂肪比例。 血液流动舒畅, 微循环畅通, 代谢好, 供血量足, 表皮获得的营养物质更多, 有害物质代谢更及时顺畅, 所以从肤色看也会白皙红润有光泽, 表皮斑点少, 皮肤有弹性, 而头发也会旺盛地生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underbow 降低身体脂肪和上的几个字符。 看看此外双坛地生长,